历时五天的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庭审大戏8月26号是忠告落幕 不过呢对于当局公布的庭审记录被过滤和被修改的质疑声浪却越来越强烈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专家的分析 薄熙来案庭审的第五天 济南中院在早上发出第一份庭审记录 几分钟后被删除 此后在短短的十几分钟内 两度删除又重发 经过对比 人们发现记录里面减少了 上级曾发六条指示要求薄熙来处理王立军事件的内容 早前网友就已经发现济南中院发布的薄熙来庭审记录被删改 比如薄熙来说 在此之间我有过外遇 参与庭审的人员透露 薄熙来的原话是 在此之间 谷怀疑我有外遇 怀疑二字被漏掉 在庭审的微博直播中 薄熙来在法庭上说谷开来疯了 又说他在毒杀海伍德的事情上 形容自己有荆轲刺秦王的豪迈 但香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证实 上述两个说法只是出自一个调查员之口 25日薄熙来反驳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 叛逃引起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昨天他狡辩他不是叛逃 而是正常的外交有手续 但是根据头一天发布的庭审记录 王立军的证言当中并没有提及 他到美国领事馆是通过正常外交渠道安排的 外界普遍认为这些事实表明 当局公布的有关博案庭审的记录 是经过过滤和修改过 有选择的对外公布 此外网络还热议 检方忽略或有意忽略了一个重大线索 那就是英国商人海伍德 向博呱呱所要一笔1400万英镑的终结费 这与法国尼斯别墅的佣金相差太远 一般终结费不会超过项目利润的10%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 博家仅在这一个项目上的获利 就可能超过了14000万英镑 相当于十几亿人民币 时事评论员李天晓认为 终结费、出租费或管理费 不可能超过别墅本身 那么这笔钱从哪里来的 什么原因促使海伍德用要挟的手段 向股开来要这笔钱呢 目前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 这个罪恶如果曝光 将是让中共倒台解体的一颗炸弹 薄熙来就恰恰利用这一点 你不愿意追究这一点吗 你这个怕这个东西涉及到 中共整个的这个体制 这个事情不是我一个人做的 我是跟那个周永康还有江泽民 这些人联合起来的 你不敢追究最后的江泽民和周永康 那我就在小事想拼命地给你 进行讨价还价 这个案件最后的结果 已经对习近平现在当局造成了 很大的挑战 很大的冲击 李天晓强调薄熙来最根本的罪行 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政变谋反 如果不从这两方面进行起诉 很可能造成薄熙来将来东山再起的一个态势 不过曾为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的妻子 江青辩护的律师组组长张思之认为 公诉房是否起诉漏掉的罪名 将是案件的一个重要变数